二十六題這一題 他說老師給學生一個長短形狀都一樣的 但是沒有做任何標題的兩個金屬棒 那麼他說他發現甲乙兩棒只能夠相吸 但是不能夠相刺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不是兩個都是長得很像磁鐵嗎 不是應該有個相吸有個相刺嗎 結果發現它只會相吸不能相刺 所以可以判斷什麼東西 一定有的是被磁化的對不對 然後一個是磁化別人的 這樣懂嗎 所以一定有的是磁鐵 然後另外一個是什麼 被磁化了 被磁化就是什麼所謂的東西 就是那個軟性磁鐵軟磁鐵 這樣會啦 所以大家應該選C 會啦 好那問題呢 在這圖裡面出現這樣的狀況的話 到底誰是磁鐵誰是軟磁鐵 然後甲乙酥香吸這個沒問題對不對 可是你看這個B這個圖 甲還是可以吸到乙耶 我們練習一下好不好 如果這也是N級這邊是S級的話 那這邊呢 乙的話就變成什麼 這個是N 這個是S 然後如果甲在這邊是N級 S級的話這裡呢 是變成上面這個是N 下面這個是S喔 有看到嗎 它是整個大範圍的地方變成N級 會老數它會吸過來嘛 所以如果這樣判斷的話我就知道了 甲乙是什麼 磁鐵嘛 然後乙呢 是被磁化的對不對 因為如果乙是磁鐵的話 那就會出現問題 為什麼 我們剛剛不是才剛學過而已嗎 如果是磁鐵的話 中間的磁性一定怎樣 最弱 那到底這個就不可能吸到它了嗎 聽懂我講的意思嗎 所以答案呢應該選誰 答案是 甲是磁鐵 然後乙是什麼 軟磁棒 所以答案 他寫錯了吧 答案應該是選B才對 改一下 答案是B 喔對不起講錯了 對不起我講錯了 Sorry sorry 他說如B的時候不能相吸而脫落 所以剛才我講這個東西有沒有 就剛剛反過來對不對 剛才我是假設 如果假設磁鐵的話 那它會吸住它嘛 對不對 所以換句話說 看假設狀況下的話 這個應該沒有問題 但這邊的話呢 因為它脫落 所以變成是 反而變成什麼 乙才是N級跟S級 但是假勒 就沒被實化了 就掉下去了 所以答案應該選 沒有錯 答案應該選A 如果沒有掉下來的話 沒有掉下來就選B 聽懂我講的意思嗎 剛才我要講一遍 剛才我是假設 假如果是磁鐵的話 那乙就被實化成這樣子嗎 那如果在圖B這邊的話 假如果還是磁鐵的話 那它可以吸出乙才對 可是這題目 剛才沒有注意看到這邊有沒有 他說 因為不能相吸而脫落 因為它有脫落了 所以換句話說 假設不是磁鐵 為什麼 因為如果假設磁鐵的話 可以吸出乙才對 這樣聽懂嗎 會不會 可以啦 好 這個也把寫上去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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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